我們就是把那個後面部分把它講完 所以定義名稱剛剛定義好了 那我們定義名稱部分的話本來已經有人就把它刪掉 我是建議你重新定義 剛剛有些同學就是定義名稱好像不太熟練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員工部門啊等等的直接慢慢逐一的把它做出來 所以都是用名稱代替喔 那用名稱代替的好處就是第一個 你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哪個表裡面查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你不用再 那個按F4的 也不用加錢的符號 這一點我覺得也還蠻蠻不錯 另外再來可以配合那個Indirect函數 去舉的你要的值 那底下的部分應該都差不多 可是在那個主表的地方可能會遇到一些狀況就是說 在那個商品名稱的查詢 資料組檔如果今天我要查的部分那你要查哪一個 基本上呢是根據 那個商品名稱裡面我們是根據 商品這個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邊應該有個商品表 在名稱官裡面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一個叫 商品表 這裡我是沒有把它刪掉 所以呢我們就重建一下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就把什麼呢把那個 A1就是A2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這個我把它建一個叫商品表 這樣的話待會要查比較可以查 因為剛剛 如果你沒有刪掉的話 應該就會有這個商品表 我把它重建一下 你這樣比較 可以了解來龍去脈 不然的話 有些 那 名稱官員看一下商品表 商品表在這裡 OK 那我們這個對應的位置在這裡 就這個區塊 那接下來就說我要查的話 資料組檔裡面 根據什麼來查 商品裡面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商品名稱 商品 代號 那你會發現 其實這一 題的話比較特殊 他的那個組檔裡面 給的東西 就是代號部分 跟那個商品裡面的那個 代號部分 好像那個 名稱上面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 所以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的東西不太一樣的話 就是 商品代號不太一樣 接近的話 記得那個 V版數 最後不用用0 用0的話 要找完全一樣 那1的話 是找接近的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個商品名稱 我用什麼 用商品代號去抓 但商品代號跟前面的那個商品的代號 不完全一樣 好像MB01 0203 這邊好像叫什麼MB 他有那個只是他叫486 後面有 所以我們可以什麼 第一個插入函數 一樣用V的函數 那查什麼呢 查商品代號 去哪邊查呢 F3 去那個商品表裡面查 那商品表裡面第幾欄 優標放第3個再放第2個 他會切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我要 查的話一定是查第1欄 代的話代第2欄 所以這邊輸入2就可以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這邊你不要輸入0 如果你輸入0的話 回來的 結果 會是沒有東西 他是 緊跟A E是分拉扯Value 找不到 所以這個時候 假設你未來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請你把那個0的 這個 這個參數 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1的話是找接近的 然後他幫我找到一個比較接近的 按確定 下方都一樣 所以 這個地方 可能會是比較大的問題 再來的話 我們把單價部分把它查過來 單價部分的話 在這裡一樣 那他剛剛是在第2 查一定是查第1欄 代的話在第2欄 那他單價在第3欄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 他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乾脆把公式貼過來 改一個 他第幾欄的數字就好了 會比較快 怎麼改 這個公式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2嗎 把這個2 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選取複製 前面記得取消喔 取消之後貼到單價 的這個公式 一樣在點上面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3就可以了 按個打勾 OK 看一下 有單價出現了 像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這樣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呢 再來分類名稱 分類名稱在哪裡呢 在商品表裡面的 2 3 4 第5欄 所以其實一樣的方法 可以再貼 所以把剛剛公式再貼上 把2改成5就可以了 改成5 打個勾 向下填滿就OK了 這樣的話就查到分類名稱了 好 就完成了 OK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地方比較特殊就是說 你這邊要1 那後面的欄數的話 你可以貼之後用改的 第三欄 第5欄 然後2 3 5 其他 裡面的公式都一樣 意思是說 我一樣是去查那個 產品的代號 產品代號 那帶過來的資料呢是在這個表裡面的 第2欄 第3欄 跟第5欄 貼的會比較快一些些 那再來銷售金額的話 是剛剛講過 是什麼呢 數量乘以單價 所以呢 等於 銷售金額 有標放在上面 等於 按個等號 跟他講說你幫我把數量 點一下數量這個欄 C2 成的話呢 就是一個 新號 成上什麼呢 單價 這樣的話就幫我把這兩個欄位 就是說 這個東西 賣了多少個 相乘就OK 就是他銷售金額嘛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嘛 比如說這台電腦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一台電腦吧 21000多塊 然後賣了 310台 OK然後總共 Total應該就是這個金額 賣了這麼多 向下填滿的話 等於就是把所有的金額都幫你加在一起 不過我的習慣是 還是千分為符號 小數點去掉 這樣看的會比較清楚 OK每個東西 他的所謂 銷售金額各是多少 那再來的話呢 銷售日期 銷售日期在哪裡 那接下來的話 銷售日期的話 我們就是在 看一下其他的欄 其他的資料 所以以後的話 類似啦 就是 你在哪邊可以找到呢 銷售單頭 OK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 銷售日期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查到他呢 其實他可以根據什麼 銷售單號 這邊有銷售單號 有單號 所以可以從單號裡面 揭露出 我們要的這個欄位 所以這一 其實這一題 最大的用意是說 如果你將來的資料 是來自於資料庫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資料 關聯資料庫的概念 那我們可以再把資料 銷售單頭 這個建一個表 因為這在那個 公式裡面的名稱官員 這邊好像沒有什麼 叫 也許叫什麼 單頭表算了 也許叫個單頭表 然後呢 我們就是 游標放A2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一樣 在這邊改 把它建一個名稱 單頭表 OK 這樣的話呢 查一定是查1欄 那代的話 代第幾欄呢 消負日期在第4欄 所以我們就可以 怎麼樣 一樣 把那個 這邊消負日期 插入一個 V2函數 那查的話 一定是查前面的單號 去哪邊查 按 F3 OK 然後呢 在單頭表 OK 確定 然後呢 我不知道第幾欄 你沒關係 你點一下第3個 再點第2個 他要跳過來了 我們要查什麼 1234 我們要查 消負日期在第4欄 所以這邊輸入4 把它輸入4就可以了 那比對方式的話 有沒有一模一樣呢 其實好像可以找一模一樣 所以輸入0就可以了 這邊不用輸入1喔 因為 他理論上 好像消負單號是一模一樣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再查什麼呢 查那個 消負單頭這裡面 還有什麼 這個 第4欄 客戶名稱在第5欄 第6 第7 第8 後面好像 好像都連續了 第4 第5 第6 第7 第8 好像 他等於後面 都連貫的 所以都連貫的話呢 當然有幾種做法 1 跟剛剛一樣嘛 你可以把這上面的公式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第4有沒有 改成5就好了 意思是說我要抓那個表裡面的第5欄 那個表的第6欄 第7欄 當問題你要貼好幾次 不過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最好是向右向下就好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如果你要加快速度 剛剛講的這個 就我剛剛講 這個公式一樣 複製有沒有 複製 取消一下 這邊貼一下 客戶名稱是第5欄 所以把這個4改成5 打勾 向下填滿 這邊的話呢 第6 貼上 把它改成6 打勾 向下填滿 然後再來7 再來8 不過像這種這麼多個欄位 我的習慣是 不要用這種方法 用更聰明的方法 不過你要多學一個函數 叫colum 什麼叫colum呢 colum就藍的意思 藍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在第幾欄 所以如果假設 我今天 這個後面 這幾個 我不要用剛剛貼的 我希望怎麼樣 剛好向右向下就OK了 那你怎麼做呢 可以用一個方法 那個函數叫colum colum意思就是 抓你現在在哪一欄 OK 所以你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是h欄 那h欄現在在第幾欄呢 應該是第 6 7 8 第8欄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用colum這個函數 它會幫你抓到8這個數字 那如果你向右的話呢 它這邊 這個i變第9 這邊第10 再會一直往右 增加一個欄位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請你在那個剛剛的公式裡面 剛剛這個4對不對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在4的前面加一個colum COLUM 小瓜壺 colum指的是什麼呢 colum指的就是 哪一欄的意思 小瓜 小瓜壺 那不過因為現在呢 這個colum 它會抓到的是第8 有沒有 所以它告訴你說 你現在在第8欄喔 那 可是我今天要的是那個 數字裡面是4 有沒有 剛剛不是第4欄 所以我把它怎麼樣 把8減掉多少 減掉4 8減掉是剛好4嘛 對不對 那4的話呢 它一樣會抓到 第4欄的東西過來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 你做完之後 確定向右 向下就OK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今天呢 h欄到i欄的話 會多一欄 多一欄的話變9嘛 9減掉4不就5嘛 那再來10 10減掉4不就6 第6 所以依詞類推 也就是以後 假如你是 連續的 那個 數字喔 你可以用colum 來改變裡面的值喔 OK應該可以 大概理解這個意思吧 那我做完給各位看喔 按確定 這裡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會是一樣的 抓到 所以第8 8減掉4這邊一樣是4 意思是說抓那個 單頭表裡面的第4欄過來 那向右的話呢 這個時候 但特別注意喔 向右的話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鎖起來 哪個地方鎖起來呢 A2有沒有 我向右的話 那我這個位置 A的地方 不能改 所以 請你在A的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不然他向右 他A就變B了 把它打勾 那2不用鎖喔 所以這邊記得喔 把A前面加個 錢的符號 然後向右一下 客戶 找到了 再下一個 又找到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你只要向右 然後怎麼樣 向下 一次就全部做完了 這樣也是一個 比較快的方法 有沒有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如果你 剛剛如果假設沒有用這個方法的話 變成你要一直貼 一直貼 如果你藍數越多的話 我覺得用這個的經濟效益越高 OK Colon減掉4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兩個藍位 什麼藍位呢 年度 年度部分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從什麼 從那個消貨日期裡面抓 消貨日期裡面的話有一個年月日 可是我如果今天希望抓到什麼 消貨日期裡面年的部分 那你可以用那個函數我剛剛提過 你可以用插入函數 這個地方不是用插的 這個是 插入函數裡面 請你切到那個日期時間 如果只要年的話請你 找到最下面倒數第二個有個義爾 義爾意思說 我給你一個日期 你幫我抓這個日期裡面的年回來 按確定 然後我給他一個什麼 消貨日期這個 日期 那他會幫我把2007帶過來 按確定 有沒有2007 下下填滿 全部都幫我抓 所以消貨日期裡面的年幫我帶過來 那月的話呢 顧名思義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曼時部分 曼時這邊找一下曼時 然後給他消貨日期裡面的月 所以他把 二月二絲 二月拿過來 OK 下下填滿 所以這邊會多個年度 跟一個月份 那其實你會想說 那幹嘛多這兩個 因為 我們後面會統計啦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後面有12個問題 其中應該會有一個 題目是 要統計年度跟月份 所以如果說假如沒有這兩欄的話 如果你要統計年跟月很抱歉 沒有辦法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未來你要做樞紐分析表 統計之前 你就要想想看你要統計什麼 那你需要哪些欄位你要準備給他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很抱歉 他沒辦法幫你變出來 所以那個 這個之間的 因果關係可能要了解 所以這邊的話資料組黨裡面我們就最後 會多一個year 跟month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這個 就資料組黨的這個部分完成 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最 最需要注意就是那個 商品名稱一直到好像分類名稱這邊 最後面那個 0要把它改成1 你不能用0 因為0要完全比對 這邊試一下